很多甲瘤的症状和我们中药的所谓春温感冒基本差不多 所以用中药来说 当然有条件的可以用点汤药 变成文治更好 如果没有条件的用点成药也都可以 中药它不是针对病毒的 我们叫宿主 针对人体的状况来调节的 所以至于什么病毒不是最主要的 还是调整身体的状况 所以对甲瘤这块 大家一个是积极做好预防 第二个还是早期治疗 有症状赶紧吃药 别拖 非拖到最后了 烧了起来了 咳嗽了很重了 然后待吃药就有点晚了 一定要及早吃药 中药还是进化 只要治疗感冒的药 治疗咳嗽的药 治疗肺炎的药都能有效 要早用就可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